大盘桑桃 一会再弄个皮带面 咱们还差两个 再炒两个菜 还有一个凉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建军 今天是咱们宅家的第二天 物资非常充足 非常感谢志愿者和社区工作者 咱们宅家也要开心起来 比方说做炖攒劲的米食 咱们今天就开枕 咱们先把这个字幕简单处理一下 希望我们猜到今天要做什么 整一个硬菜 配上两三个这种 就是腐住的菜 土豆皮要学干净点 吃起来会比较 散劲的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帅气的这个帮厨 帮我们一块去土豆 咱们的效率会直线性的提高 咱们先把这个 鸡腿鸡吃的把它分下来 青椒 就是切粉条块 先切 这边别的菜也会用到一些 咱们这土豆刚是切好的 大家看到里面有两种造型 有这种块的 还有这种类似于这种滚刀块的 带棱角的 这样子我喜欢这样搭配的切 这种带棱角呢 可以增加这个汤的粘稠性 因为它这个棱角会在炖的时候磨平 大家要觉得这个土豆 就是害怕它就是变色 可以泡在水里 咱们鸡块你切好了 现在给它焯一下水 最好是冷水入锅 效果比较好 当然如果是比较新鲜的土石和三方椒 可以不用焯水 冷水入锅 冷水入锅 效果会更好 大家可能发现这个水费刚打开混帽热气了 因为前面忘记冷水入锅了 先给它烧一下 看不出热气在这 滚 我能看到热气啊 咱们给它披一个热气 那么问题来了 热水焯 跟冷水开始焯水 有什么区别呢 弹幕总一会儿 咱们先把这个鸡块捞出来了 不过想要更清爽的那样 把它冲一下凉水 不要焯得太狠 就稍微焯下去就行了 现在热锅冷油啊 准备开始炒蛋白鸡 咱们先炒个糖水哦 放入冰糖或者是白砂糖 二三十克 放入冰糖的时候油温不要太高 咱们先把它炒坏 等它变色的时候 咱们把鸡块放进去 鸡块刚超过水 一定要把这个水给它沥的干一些 要不然会刺辣刺辣 先把它翻炒到处 咱们给它放点调料啊 放点这个花椒粒哦 花椒粒和那个盐 小辣麻点就多放点花椒哦 这一步盐 为它这一步放啊 早点放盐 鸡肉可以更入味 三十五克就可以了 给它充分的分炒均匀 三岩菊成辣 咱们要把那个花椒香味给它炒出来 常见的炒这个大丸街调料 灰皮八角香叶 咱们今天稍微丰富点 我会把这个调料打在这个宫廷上面 没有这么多的话 就放那个灰皮八角香叶就可以了 来 起姜片 再来一些自然间新疆香辣子 翻炒均匀 把这个调料的香味都给它翻炒出来后 咱们可以往里面加水或者是汽油 油比较多 就多点烧烤 多点水 为了这个辣度更猛一点 我们再放一些这个小米椒 如果感觉颜色不够的话 加些生抽和老抽 给它提提提颜色 搅拌均匀了 这会儿香味涩了 没有我都热了 盖上沟盖 中中热红给它炖个15分钟 咱们现在炖煮已经差不多了 开始放出豆 看 切的比较多 听见土豆比较多 所以这锅一定得大 咱先剥下加点水 给它加点水 让它铺开就可以了 火也多 稍微再补一点 再盖上盖子 给它炖上一会儿 就把这个土豆给它炖软 把它放成中小火 咱们这切一点茄子 炒一个 咱们炒一个茄拉西 就是炒个茄子 茄子辣子熊市 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小技巧 咱们先把茄子装到大盆里 炒茄子的时候不是 不太容易把它炒透吗 这个小技巧 稍微给它撒点盐 不要多 就三克左右 把它稍微腌渍一下 把它水拍一拍 充分把它抓匀 给它腌个一二分钟 它水给排出来 炒茄子的时候 蒜一定点多 今天咱们蒜非常充足 另一边咱们的鸡肉也炖煮的差不多了 千万不要忘记了 看一下 看如果汤汁如果比较多的话 可以开大火把它收一下吃饶 咱们这个汤汁差不多了 可以放剩下的食材 蒜跟葱段一定要多一些 切成滚刀块和切成丝的青椒 翻炒均匀 看这个汤汁差不多了 咱们可以把它盛出 一定要找个大盘酥炒 因为一会儿要拌皮带面 这个汤汁不建议收的特别干 攒劲大盘鸡新鲜出锅 一会儿再弄个皮带面 咱们还差两个 再炒两个菜 还有一个两个菜 炒锅子汤 这个茄子刚煎过 把水分挤干了 再放进去了 给它加点味儿 因为是煮得给人加点辣酱 青椒的这个线椒酱比较 辣酱的香味给它炒出来 看煎过的茄子炒透就比较快 这会儿切的块儿稍微有点大 再放点盐 3-5克中间 然后放点蒜 茄子的蒜有点多 看在这儿吧 如果小两头也不喜欢吃这个茄子 我们就吃了 除了大盘鸡和香辣茄子 咱们再准备一个葱包肉加些黄瓜 再来个大半菜 这个大半菜建议放些芥末 把这个大半菜充分的抓拌卷匀 准备开吃 咱们的饭已经好了 这是咱们的帮厨弟弟 来尝尝味儿吧 尝尝味儿 土豆今天炖的时间比较长 但是它手里比较脆亮的土豆 不是它外面 它外面还不错 怎么弄 你刚成了 这边咱们还配个皮带面 配个大盘鸡 味道不错 咱们现在今天做的分量比较大 应该还没做全 吃饭了 啊!开心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